3. 新增 好 那我接下来呢 这个范例我就先关掉了 这范例我不存 然后关掉 接下来我要开一个新的档案 所以档案新增 空白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A4的文件 A4 因为预设是A4 但是各位一定知道说 如何去调整页面设计里面的大小 所以我们就点选页面设计大小 然后去调整我们的版面 然后接下来点一下之后呢 这边我们可以去设定 假如说今天我们去参加研讨会 它要求我们的海报 宽度90 高度110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把那个 宽度去调整一下 所以把宽度改成90 高度改成110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我们就假设先不动了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一个页 上次我有跟各位反讲过 什么叫做页 什么叫做页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点选确定 现在我们的大小是多少 是90公分宽 所以0到90 可是在这么宽的一个设计里面 我觉得有这个辅助线功能 对我们的设计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对齐物界 好 那通常我们想要设计成两栏 两栏 那之前是段落里面可以设两栏 可是这个辅助线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画出来 例如说两栏 好 的一个边界线 这就是我现在要跟各位谈的重点 所以点选辅助线 辅助线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形式 你可以设计成两栏 三栏 四栏就很少见了 我们通常最多设计到三栏 好 那当然如果你是那个水平的 水平的文件 海报设计 你可能可以设计到 例如说四栏 那当然啦 当然真的已经没有那个五栏六栏 可是如果啦 如果你希望手动来去设定 这下面也有这个 这个新增水平的 或新增垂直的 这个水平辅助线 或者是垂直辅助线 好 可是我觉得我们 最长最常使用就是这一种 点它 您看一下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放那个标题 一张海报最上面 应该放那个标题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去做海报 这边一定是放 国立阳明大学的logo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放什么 海报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放 作者 然后接下来 那个作者下面是会 介绍一些 作者是来自于哪一个学校 对不对 大概这些就是放我们的标题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可以放一个物件 例如说我现在 我先插入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你看一下 图片预留位置 当我今天是不是贴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个辅助线 最左边那个是边界 左边那个是边界 边界有看到 当我今天碰到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变成比较明显的蓝色呈现 然后绿色绿色是不是这样子呈现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方便我们去做一个排版 排版 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 辅助线 辅助线 假如说我今天我再插入一个 这个图片预留 对不起 假如说今天我再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都配置的刚刚好 刚刚好 所以希望各位 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我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 可以吗 辅助线在我们画 制作海报 扮演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学会 在页面设计里面 有一个辅助线 麻烦请设定 例如说两蓝的辅助线 就是辅助线这边选择这一种 选择这一种 其他你不会都无所谓了 其他我觉得无所 就是这些其实是真的 不是那么重要 还有还有 顺便你可以去玩一件事 就是这个线是可以调整的 线是可以调整 方便到时候 我去把它这边对齐 有看到对齐 然后接下来这个物件 假设搬过来 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去调整 是不是可以直接对齐 好所以你可以任意的去决定 决定我们这个中间 那个两蓝的蓝锯 好请你们先动手来去玩一下辅助线 假如说今天我想要去开一个卡片的形式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教你A4的卡片 然后进来之后再改版面的大小 难道没有一次到位的方法吗 所以点选档案底下的新增 点选新增之后 这边有一个其他空白页面的设计 好所以点选它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先挑你的出版物件 出版物件 制造厂商你可能不太了解 请问有没有听过什么A版 A4总有听过吗 它是什么A版 A版B版 它有这样子的区分 不过制造厂商这边我们就不先去管它 我们要管的应该是你要出版的 假设是海报 海报里面就有很多种形式了 很多种不同尺寸 可是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小张力点的赫卡 所以点选赫卡 赫卡里面我们再去选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要选择横式还是直式 例如说选择直式的一张赫卡 那你大概在脑海里面你想一下哦 15公分宽 21公分高 约比一张A4的纸稍微宽度窄一点 对不对 高度也窄了一点 可以吗 大概知道想象一下它的尺寸大小 可是绝对不是A4了 这跟刚刚我们之前所有局的范例都是拿A4来去改 版面大小是不是就不太一样 所以就点选这一个 然后点选什么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选择的是那个卡片 卡片 咦 怎么它还是这边叫做横式 所谓横式是 因为我现在选择的是一张 就是由上到下排列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是左右翻的 它是以翻的方式来去呈现 所以它叫做横式则卡 翻 你打开卡片 是不是左右翻 这叫横式则卡 那如果是我设计 我的那个赫卡是横向设计的 记住 横向设计 请问你的字是不是都要由左打到右 直向设计的话 当然字都是由上到下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是上下来去呈现 所以它就变成直式的一个则卡 好 例如说我现在选择这种方式 然后接下来这边色彩配置 看你要选择哪一种的配色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又不是学美工的 为什么需要设计这个色彩 因为它这里面 它都已经帮我们配置好了 就是说里面如果你用到什么颜色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几种设计 像例如说这种设计好像感觉就是比较偏 那种是style的风格 中庸风格 好 中庸风格 好 所以这边请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那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我就选择一种 例如说日落 再来字体 如果我希望我的字体 你有看到吗 这里面搭配了 几乎都是英文配中文 可是有看到什么微软正黑一体 我建议各位就是说 如果在选字体的时候 如果在选字体的时候 您不妨 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no2 no2是后来我们装的 而且它也不是微软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只能 请你就是选择这个 微软正黑一体 因为它比较好看一点而已 因为我们都是设计中文字 如果你是设计都是英文字 那这边你就可以选别种 例如说像这种蛮漂亮的 接下来呢 在这边我们就直接 还有这商务资讯 这等一下我要教的 商务资讯不是有很多种吗 等一下我再跟你分享 点选建立 这样我是不是 这样我是不是 那个建立了一个卡片 然后呢 它说要自动插入页面吗 这个出版物的 那个版面配置 是以四页为一组列印 所以你的出版物 现在有一页 选择是 它会自动再插入三页 因为卡片 卡片 因为我选择直式的卡片 有分左右 然后还有背面 左右是不是就两面 然后背面又两面 好所以点选 是 所以一二三四 怎么看呢 这是我们一刚开始看到的那个封面 然后接下来这是内容页 内容页 再接下来这是 翻过来 就是完全不做任何设计的 了不起这边 了不起这边可能会打上那个公司的 就是 卡片制作的公司 通常这一面是完全不做内容设计的 而 封面一定要设计 然后内容页 大概就是写 就是留下一些内容 方便 方便去打字 好 祝贺它什么什么 OK 麻烦请你们开启一个新的空白的卡片 好那当然我想 我觉得我们在制作这一张卡片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先去思考一下主题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做圣诞节的卡片 不要求多 而且我们那个内容 内容可能各位去思考一下 圣诞节 可能就会有圣诞公公 那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什么灵感 你可以朝这边 这边来去先参观 先看然后思考一下 有没有哪些可以提供给我们借鉴 你有没有发现 几乎都有背景 所以我觉得第一关 我们先来设计背景 背景的设计 卡片的一个精髓好像就是用 漂亮的一个背景 那例如说背景 背景都不是单色 但是这个就没有背景 好 然后里面再放什么 可爱的圣诞卡片 例如说插图 然后接下来呢 再放Merry Christmas OK就结束了 OK 这大概就是我们主要的 那个封面页的一个设计 封面页的设计 好了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设计出 因为例如说 假如我今天设计那个建成 建成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上面是黑色 下面呢 上面是深蓝色 下面是比较浅一点的蓝色 下面几乎又回到那很深很深的蓝色 好 那这个建成怎么设计 所以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这样子的建成 这样建成 请问它是不是一个水平的那个光 来去排 所以在页面设计 然后这里有一个背景 背景这边有单色背景 也有建成背景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选 其他背景 因为当我今天我点下去之后 它是不是就填进去了 好 可是我要蓝色 深蓝色到 稍微浅蓝一点 然后最下面又到深蓝 所以这怎么设计呢 背景这里 其他背景 其他背景里面 因为我用的是建成填色 建成填色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选了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所抓的颜色 这边所抓的颜色 其实可以去做调整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现在点选 确定 它是不是就填进去 这样子的颜色 好 我先还原 还原一下 然后背景其他 然后这边的一个调整 这边是不是浅浅的一个粉色 然后这边是不是深一点的颜色 这边又比它来的深一点 好 它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表达建成 那你也可以用 例如说换颜色的方式来去表达 例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要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 我是可以修改的 例如说我要深一点的蓝色 深一点的蓝色 接下来这个地方的颜色 改一下 改成浅一点的蓝色 例如说这个 有看到吗 深变到浅 那重点是这个距离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距离就是从深到什么程度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调 调成另外一种更浅一点的蓝色 然后这边 这边这个颜色 我把它调成很深很深的颜色 例如说这个 甚至到黑色也可以 这边颜色 你看颜色的变化 是不是深蓝 就是蓝色慢慢到黑色 好 那请问为什么 这边为什么调到比较亮 因为越接近地球表面 因为有灯光 那所以这边呢 这边要稍微做得什么 有比较亮一点 那这边呢 因为有月亮 所以还有星星 所以要做稍微 比这边稍微更暗一点 可是又比那个最外面那个 深蓝色稍微亮一点 可以吗 那这中间 你可以随便再加一个 就点它 可以这样子拖曳出来 就没了 点一下是增加一个 然后按住它 搬下来 就没了 好 最后点选 确定 你看就是 这边是不是深蓝色 然后呢 这边 就变成稍微蓝一点 然后这边颜色 是不是有渐变 可以吗 那 请你们 就是自己来去调一下 调一下 这种感觉 好不好 来请你们动手做 建成背景的应用 因为我们学做卡片嘛 所以多多少少要自己 花一点心思来去设计 那我们接下来 画一点房子 画一点房子 然后呢 房子里面多少 多多少还要有一点 那个灯火透明那种感觉 所以呢 插入图案 画一点小小的 这个格子的颜色呢 当然可能就是要画 例如说黄色 黄色 然后边 我们就不给 不给予任何的边了 然后直接 例如说放到这个地方 代表那个灯火透明的那种感觉 远远看过去啦 尽量不要选亮黄色 或白色 好 那 Ctrl鍵按住 可以再画第二个颜色 稍微填暗一点 就是不要说都填一模一样的颜色 比如说翻到这个地方 填个颜色 当然你也可以设定 设定那个大小 设定颜色 设定物件的大小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象征性的画几个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们先就画房子好了啦 那我可能还是 为了节省时间 我还是要插入别人画的图片 比如说别人画的圣诞老公公 这样子冷冷清清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加一点温暖的 因为背景 背景只是为了去做一个铺陈 所以我们可以用暗色系 没有问题 但是主角 主角 例如说圣诞节快乐啊 这些 我们可能就要变成暖色系 插入线上图片 我们先画月亮好了 月亮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建议我们来去开一些什么 Photoshop的课程 对不对 好 那月亮是黄色嘛 边我就改成无色 这个无色的边框 然后因为是月亮 月亮我就想说图案的效果 改成揉边 例如说25 有看到吗 就是 就是去做出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觉得太太朦胧了 那我们就改成 因为 这个等于说这边尝试来去做 或者是揉边的选项 你可以自行调整 例如说10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月亮没有问题嘛 好 就是文字方块的应用 当然这边我们就不画云了 云 云怎么画 云的话就是用椭圆形 然后一个 两个 三个 这样不就是 这样不就画出一个云了吗 好 这样我们就不画了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线上图片 因为 因为这样感觉像中秋节 对不对 因为中秋那个月亮蛮大的嘛 好线上图片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输入 因为这边我们输入的是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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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微软公司开发出来的一个搜寻引擎 就跟Google搜寻引擎 是一样的 它就是叫做 Bing OK Santa 就是圣诞 然后去找 找这个图片 插入 比如说放在这个地方 卡片好像感觉 就差不多做完了 请问一下 你可以 你可以从 你绝对可以从 1开始到 100 例如说好了 请问 这月亮可不可以再加工 可以啊 上面加很多的云啊 或者去做凹凸凸凸 你绝对可以把这个黄色点 画的有的大有的小 颜色很多形式 建筑物 例如说我画101 诶 对101大楼在对面 好 然后101大楼 底层是不是也可以画出那个低层云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不是为了真的要教你美工 我们重点是在哪里 是海报而不是美工 可是海报里面你要是没有一些美工 又怪怪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提醒你们 那最后 最后我想要再插入 插入什么 圣诞节快乐嘛 对不对 请问这样应该就不太像中秋节了吧 OK 我们下一点文字艺术师 文字艺术师 这边有很多种 这边有很多种 例如说我就选择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种 就是单净简单 好 例如说我选择 选择这一种好了 选择 太多种好像也不太好选 好 例如说选择圣诞快乐 我想打中文字 圣诞快乐 然后这字体 这个字体我想要改成 等一下你们找找看 好 例如说改成微软正黑体 然后呢 例如说放在这个地方 东西放置的位置 东西放在位置 这也是一门学问 可是 通通都要教 可是 你看喔 我这边我是不是画到差不多 卡片的 三分之一处 这个地方 圣诞快乐 我也希望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你有发现 我是放在这个位置 这条线上面 还有 为什么用黄色的点代表 代表那个灯 好 上下呼应 最好是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灯 只是我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画 好 就提供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那 我们这张卡片 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了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 卡片的制作 例如说他在这边插入一个 线上图片 他就是找 月亮 为什么我喜欢打英文字 因为图片更多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个月亮的英文字 真的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就是 当你现在练习的时候 尽可能的打英文字 你看一下 例如说 这个月亮 绝对逼真度比他来的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一个好了 这一个 插入 可是 这个图片呢 他背景是不是黑色 黑色 我想你一定不喜欢 嗯 还有 还有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我们其实可以去做 如果 在这个地方 设定透明色彩 就直接把他的黑色拿掉了 拿掉之后呢 我们放过来 可以吗 那我下面那个黄色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设成什么 更 暈开一点 这样可以知道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哦 好了 那这一个 这不太要选 好 我们是不是要把他 移到最上层 移到最上层 这个图片格式 上移一层 然后再把他拉回来 好 方向键调整一下 不过 我觉得这都不是那么重要啦 可以吗 反正就一张卡片 我已经做完了 好 把它存档 档案 另存 因为卡片嘛 所以 浏览我放到 低词叠基底下 比如说今天 卡片 然后1130 然后点选什么 储存 好 卡片我就暂时先做到这个地方 好 其实我们就是 等一下 如果说下课 你还想要做 再继续做 我现在必须要很残忍的 请你再去换另外一个主题 好 或者是说 请你点到这一页 请点到这一页 这边 这边有时候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会加那个框线 加框线知道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加框线 或者是 我们这插入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页面组件 就是它已经放置好了 你就随便兜一兜 都可以兜出一些还蛮漂亮的 还蛮漂亮 例如说 假如我换这一种好了 我换这一种 好 放在正中央 正中央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就是 无限的祝福 好 例如说 放一个 无限的祝福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 最好是有那个输入器 用面的 用面的会更好一点 不论 不论 你在 任何 地方 任何 任何 我都 在 祝福你 然后呢 这些字 这些字哦 看你要不要去改变它的一个大小 还有这个图片是不是要换掉 圣诞节有关系的嘛 请问圣诞节跟蝴蝶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可能就是找一个 比较适合的图片 你又插入 现象图片 然后再去找一个 我们已经有了月亮 有了圣诞老 哦 还没有圣诞老公公 好 所以放一个圣诞老公公 好 例如说 这一张好了 这一张 你自己 到时候去挑 反正哦 这边就只有 因为太多图案 所以导致你不好选择 好 例如说假设我就放这一张 放这一张还蛮可爱的 插入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张图片跟它怎么对调 你必须要先把它整个取消群组 整个取消群组 这个 这边是一个群组的物件 所以你不能选到这张图片 你选不到 所以你没办法去做这样对调 所以必须要先把它解散群组 所以滑鼠右键 群组 取消群组 取消群组之后 这张图片跟 这张图片才能够 才能够选到 然后你点它 是不是圣诞老公公就放过来了 好 可以吗 然后 接下来 这是左边 左边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 简单设计 然后 等一下右边我们加个框框进去 好了 我现在用的是插入底下 这个图片 页面组件 页面组件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设一个框框 那个框框是翻页翻过来 然后方便别人来去这边写字的 所以呢 直接在这个地方插入里面 图片介绍过了嘛 然后线上图片也介绍过了 图案 快据图案 好 还有图片保留 预留位置 介绍过 页面组件真的有很多 真的值得你们自己在花时间慢慢去看 好 然后关掉 还可以插入物件 例如说 阅历 其他阅历 好 甚至还有框线 对 我现在就是要教你框线 框线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条线 把那条线做得很漂亮 那 当我今天拉到下面 有看到框架 框架就是整个满板 边框 好 那 例如说我现在我选择 这一种也算是框架 这一种也算是框架 只是它强调标记 好了 我现在想要教你的是这一种 因为很多同学会询问 很多同学会询问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当它今天放大的时候嘛 放大 然后移到这个地方 它会觉得 它会觉得说 假设 假设它希望哦 把这上下再调整一下 顺便我教你这件事 上下再整个调整 记住 滑鼠右键 你一定要先取消群组 否则它没办法让你去单独针对什么 来去做调整 其实它这里面 它有做了那个 就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就对了 好 所以 所以我现在呢 我现在把 反正就是这个物件 我先取消群组 取消群组 等一下 选到它 R15右键 取消群组 取消群组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去做 调整 还要再取消群组一次 因为这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一个 好 它是不是还群组住了 所以 取消群组 有看到吗 这个 往上调一点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这样才能够调整 否则你不能调整 它的大小 好 我只是要刻意的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 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调整成 这个样子的大小 好 就是不要做跟别人一模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真的我们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那当然 当我们今天整个做完整个做完 你必须要把它怎么样 群组起来 所以滑鼠右键 然后 组成群组 然后稍微注意哦 把这个框 拉到这个 这个边线这边 拉到这个边线 好 这边已经对到了 这样才会比较漂亮 下面 稍微放大一点 就是 什么时候注意 注意一下这件事呢 你看这边是不是 稍微放大一点显示比例 你就会发现 好像 刚刚看的 好像感觉没有贴好 可是事项已经贴齐了 你要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 好 来 我们就请你 加入一个框 然后去调整成你所想要的一个大小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所以 最后我就只要把这个档案 储存起来 当然 你可以另存 另存放在自己的 低磁叠机的位置 例如说我做的是卡片 好 那再回顾一下 当我今天我去预览列印 就是 这是卡片的第一页 这是卡片的第一页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去看第二页 左边有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右边有这样子 就期待说它去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印表机 印表机有看到吗 好 它真的会裁切掉 裁切掉我们的上面跟最右边 好 接下来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就完全空白 那既然是完全空白 它连印都不让我们印 可以吗 好 来 那就麻烦请各位 就是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卡片的办理 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这个主题是要介绍 线上免费制作海报的方法 什么叫做免费 就是不用钱 而且它又帮我们 已经做了一些很多的模板 那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其实做海报不难 可是你比较会遇到平景点的 无非就是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在什么位置放什么物件 例如说放文字还是放图片 第二个 颜色 颜色我该怎么配 它会配得比较好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已经有别人帮我们制作好的 一个模板 那我们只是把适当的物件 放在适当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很快速的 可以做完一份海报 例如说 假设我要办一个活动 老板只给我十分钟 我就要做出一张海报 你觉得有可能吗 还有 既然是线上 线上的一个免费制作海报的一个网站 然后做完之后 他就可以直接发送出去 发送让你到 例如说脸书 分享 例如说你可以分享给谁 脸书 Twitter 就是没有LINE 有看到吗 真的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这件事 那你可能必须要先 发布到脸书 发布到脸书 再把图片抓下来 然后再放到我们的LINE里面去 好 用这种方式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了 首先 我还是要从一刚开始 第一步开始跟你分享 例如说我们就先打开Google 来去寻找 因为我想要去做免费的 我想要使用免费的设计海报 制作海报的一个平台 那网路上有没有呢 好我们就找线上 这个线上两个字好像还蛮重要的 线上 然后呢 海报制作 然后免费 反正就是这几个重要的关键字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PhotroJet 有看到 然后这个Canva Canva也不错 Crayroll 反正就是这没有很多就对了 那我现在就到这一个 海报 因为其实我觉得说 我假设今天这一次我介绍那个PhotroJet 然后下一次我上课 例如说我在别班教室 我其实已经教过这个Canva 好所以你都去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看我的那个线上课程 你就可以多去做一些比较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做不难 好例如说我就选这个PhotroJet 来去当做是我要制作海报的一个线上平台 好点它 点了一下以后呢 他在第一个画面他说你是要去做设计 还是拼图还是编辑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登录 登录的方式你可以用脸书 好 那当然请注意 不登录照样可以免费试用 那我们就直接点开始创建 所以第一件事 请问会不会到这个画面 我想一定都会嘛 所以我们先一起先来到PhotroJet 好吧 然后你可以等一下有空的时候 稍微去看一下他的主要的功能 这边就是存档 因为我没有登录 对不起 他不让我存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我可不可以发布 可以 可以 OK 反正就是等一下你会知道什么地方是要钱 什么地方是不要钱 或者是 所以 注册完毕之后 他可以给你免费7天的使用 好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注册 因为10分钟 老板给你10分钟做海报 你还要完成注册 是不是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建议各位 你只有10分钟 如何快速做出一张漂亮的海报 他的目标就是做海报 达到宣传的目的 可以吗 只是到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如果都不用钱 那他也存活不下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不要点 点下去之后 他就说 对不起这是要花钱的 就是这一种东西 稍微注意一下 有这个 这个就是不用花钱的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等一下你可以顶领看 这里面都已经预设了很多 很漂亮的照片 很多的文字 然后让你知道 哦原来做海报 其实无非就是文字啊 图片啊 然后在什么地方 放对的物件 另外色彩他都帮你配好了 你也不用担心配色的问题 好 请你们就先找到这个网站咯 photojet 那我们首先在这边 他就只有几个要做的是 范本 照片 文字 然后 那个贴图 贴图 这些贴图叫 stamp 就是 脸书里面 或脸书那个心情 不是有这小小贴图吗 还有那个 例如说 line 制作line stamp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小型的贴图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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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这五个 其实这些东西 是不是全部都在 taple ratio里面叫物件 反正你就一个一个加入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最后你做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什么 存档 存档 好 那这边保存工作档 你看又出现这个 当你想要保存 可能经过了十天半个月之后 你要再叫出来修改内容 这时候 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就必须要先注册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是可以理解的啦 因为他是放在什么地方 他当时要放在网路上 好 所以他要区别这个作品是谁的 所以当然要先登录咯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范本 范本 你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 例如说假设我挑这一个 这一个 结果他出现这个 就请你不要点它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 看看 我觉得 假设我想选这个好了 好吧 那我就选这个 这一个好了 因为像昨天我就看到 在我们实拍捷运站 有那个 免费施打流感的活动 限50岁以上 所以我还不符合资格 好 就只能去那边看看 哇 这样蛮不错的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如果这时候 我们有一张漂亮的海报 贴在旁边 让别人知道 有这样一个活动 这样是不是很好 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要的主题 那因为你想的主题 你就会去想说 嗯对 我觉得哪一张比较适合 好 例如说假设这一张 就是你自己去挑 你自己去挑 这边有很多种 你未必一定要挑跟我一样的 好吗 你自己去挑 这边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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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 每一种字 你都可以分别去打 好 例如说 这边我就打几个 施打疫苗之类的 重造字 然后这边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我也想要换掉 换掉 例如说 跟健康有关系的图片 好 例如说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我去插入图片 这是我现在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点选照片 照片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选择本机里面的添加 或者是你发表在脸书上面的夹进来 或者是这个 这个就是线上来去搜寻 线上搜寻 那如果我今天我放这张图片 你看是不是就点进去了 好 当然 这张图片跟施打流感疫苗 是无关的 好 就先把它delete掉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选它 然后 跟HAOS有关 然后接下来点选搜寻 它这边有很多很多图片 可以提供给我们去参考 为什么打健康出现的 都是不健康的食物呢 哎 草莓不错 番茄也不错 好吧 反正 它这边所提供出来的图片呢 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例如说 假设我选这一张图片 它是不是就放进来了 是蛮容易放进来 那放进来之后呢 重点 重点 稍微注意 在这外面的 它就变成没有颜色了 有看到 好 例如说这张图片 我可以去修改 例如说 改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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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 改成这样子的大小 再放大一点好了 好 例如说我改成这样子的大小 然后这样子的大小 我还可以再去把它做什么修改呢 稍微做大一点好了 这边有 可以旋转 可以 水平 翻转 好 甚至涂成往下 往下 往下 先后顺序的对调 所以 置到底层 然后 上一层 有看到吗 就是 取代那个 就盖过那个黑色 然后 接下来这个 特效的颜色 有看到吗 你可以把它改成黑色 因为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它是不是黑色 你把这张图片改成黑白图 然后可能给别人的感觉不会觉得说 不会觉得说很唐突 当然啦 黑白给人感觉 黑白给人感觉就是 有那个复古 复古的感觉 好 然后你也可以改成彩色有看到 彩色的话 那是不是就把上面这些主题的字 就变不明显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种 你都可以去选 去选择 例如说选这一种 这一种 好 这一种 OK 所以你自己做决定 看你想要哪一种 这边是不是有透明度 例如说我可以把透明度 例如说变浅 有看到吗 下面那个黑色是不是就明显出来了 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这都是美学上面 就是当我们要学美工 我们多多少可以去玩的东西 所以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大量去修改 它的那个底色 并没有 你只是增加了图案 丰富了图案 可以 好 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希望你们也学会 就是说 我这个颜色 颜色 假设我选择它 但是我把它设不透明度 它就变成一点点浅浅的颜色 填上去像浮水印的感觉 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都还蛮讨喜的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就先我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修改其中的某一块的背景颜色 让它变成好像是有图片在上面 记得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功能 属性里面图层 我刚刚是不是先选择移到最下面去 移到最下面 然后再上移一层 这样就会在那黑色的上面了 因为那黑色绝对是背景 绝对是那个背景的上一层 好 接下来特效 特效这边有很多 可是我喜欢玩的是这个透明度 透明度 例如说它有这个颜色 但是不要太浅 那我们就给它 例如说25%的那个透明度 这样感觉 其实是不是又比刚刚更漂亮了 好 当然啦 如果你不喜欢这张图片 是不是可以再去修改 再去修改 换成别张的图片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修改 我们的照片 这样感觉是不是又更好了 如果把它换成我们的 例如说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最好是自己做自己的海报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谈这里面的文字了 其他这里面都已经设计好文字了 只是你把它改成你自己需要的 例如说我这个文字我想要改一下 这边是字体 可是快速点两下 然后去从头到尾选择 例如说假设我们打说流感免费流感注射 好 例如说免费流感注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字啊 这个字因为我们是用中文字 所以你在这边我想能够选择的不多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假设我选这一个 这个 点它 它说请你先注册 注册它说免费适用期贴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 你看注册有什么好处呢 全部高级功能就是那个环罐的 你全部都可以用了 还有600家模板就是很多很多模板 有600个模板 那我不是要去我不是要去那个帮它做宣传 我只是告诉你说当作业那个画面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注册 你也可以选择要注册 好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这个中文字体 答案是没有 你有看到吗 没有任何一种中文字体 好 例如说选这种 反正它都不会变就对了 好 通常在就是台湾大陆 就比较少人会想要做这个免费现象 那你会说它做这个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做广告啊 它可以做广告 OK 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这个字 还有时间地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边是时间嘛 然后这边可以地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那个捷运站 快速点两下 然后去修改 例如说捷运入口处 然后接下来九点 每天的早上九点 然后到例如说十八点 反正它这边已经输入了这个09 所以这边应该不用输入这个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这边我就直接换掉 例如说北投石牌 好 例如说那个 那个 那个 什么 知三 反正就是重点是 你要打这几个字就对了 知三 可以吗 剩下的 剩下你们就自己去打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里面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字吗 对不对 好 你再选择看你要不要去输入 这样就变成好像是你的东西了 而不是他的东西 可以吗 一定要把相关的字打上去 那 这是文字 这是文字 那除了刚刚这一种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自行去选 这里面的文字 你看哦 它这边是不是有几种 好 比较 比较 好 例如说这种好了 那 当我今天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可以去编辑 例如说我就输入什么 流感 注射 好 然后把这字稍微变大一点 那当然如果说我选择这一个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改到这个地方 改到这个地方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字的颜色 例如说我选择白色 白色 然后接下来字的大小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对齐的方式 靠左 靠右 至中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把它缩小回来 缩小 因为我们大概就只要四个字 四个字 然后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那什么叫四张位置呢 你稍微去看一下 那个对齐 它是不是有那个黄色的线 可以辅助我们去做对齐 所以很容易对到那个中间 中间 好 那我想 在这个地方文字就介绍给你们参考一下 请你们自己来练习 打上自己海报里面自己放自己的文字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把这个海报准备储存起来 就是把相关字都改好 因为它还有剪贴布跟背景 所以我们一样去教一下好了 剪贴布跟背景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 这样做海报其实还蛮容易蛮简单的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剪贴布 剪贴布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 形状啊 好 例如说形状 你这边看你要选什么 或图示 图示 例如说 摄影 摄影的图示 好 那个趣味 趣味 好 例如说 假设我就 爱情 自然 好了 我放自然的图片 好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我就放个 这个图片好了 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然后呢 放两个 例如说 Ctrl鍵按住 不行 一定要复制贴上 不行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复制 他不能用快速键 他只能复制 然后把它拉过来 好 那你在搬移的时候 你稍微注意一下 他其实有很多那个 辅助线 辅助线看你是要对齐谁 像我现在我想要对齐到那个捷运入口处 跟那个9点到18点之间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选这一个 把它放到 而且 有有发现 假设当我今天往左边移动的时候 那 是不是多出现那个直的线条 直的线条 好 就是方便我们两边的一个对齐 对齐 那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你可以去放这些东西 好 这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那个 贴图 自然里面花朵 植物 天气 家庭 节日 节日 好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卡片那些 其实应该都还蛮方便 再接下来背景 背景 如果我们今天是单色的背景 好 例如说选择 选择它 它是不是就整个颜色换掉了 单色 那我也可以选这个圆点 但是 不要选到这一个 为什么这个不用钱 这个要钱 我也不知道 这是它定义出来的 这就是必须要先注册 注册 就登录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好 例如说假设我选择这一个 那提供该门参考 如果说你这样设定 选择这种颜色的话 对不起 选到要钱的 因为我会选择跟刚刚那个颜色 比较接近 暗一点的 暗一点的颜色 否则那个字的颜色都要调整过 好 如果刚刚我选择 稍微亮一点的 像这个的话 这个字就会变不清楚了 所以建议各位 就是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但这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样板 给各位来去做选择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太多 选择到也变成是一个问题了 好 所以这两个就请你们自己看看 要不要再加进去 最后我们先来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点选储存 这边有JPG 还有PNG可以选择 建议选择PNG PNG的话 他如果你有做透明的设计 他可以支援透明 然后这边重点是尺寸 因为小尺寸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1587 x 2245 PX 那其实你也不晓得这个是多大 因为一个像素 我们你可能曾经用过像素的地方 就是点点 12点自行大小 12点自行大小大概多大呢 大概就是0.4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以前我们还要 还要带你们去考美工证照的话 你就会算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现在不用算 大概知道说12点自行大小 大概是0.4 0.34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0.4公分 那所以 在这个地方你自己去乘一乘 不过他在这个地方 点跟DOT跟P走是有差别的 72分之1跟72.72分之1 就只有差一点点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点小尺寸 我们点中等尺寸好了 中等尺寸 然后保存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 他说如果你喜欢他 你就 就要把这个网站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 有看到吗 这也是一个变相的变相的就是请你 就是帮他做广告的意思啊 好我们点这个免费 免费保存 他是不是就直接放下来了 叫做Photosate png 好他会放在这个地方下载 这边我们是不是就有一张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了 可以吗 他把那个背景拿掉了 背景 我再换另外一种方式 你看一下喔 这边尺寸是不是还蛮大的 做成22479×3507 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档案 我把它存成那个JPG 你的设计正准备下载 好 完掉 我再重新存 存成 JPG 因为我希望他背景要整个都抓下来 好 例如说中等尺寸保存 然后免费保存 是不是 就是两个 两个 PNG 党案会偏大 因为他 不一定 如果我有透明的颜色 好 我们现在去看 这一张 你看是不是跟他就有差别了 这一张他是把背景设为是透明的颜色 好 这一张有看到吗 2479×3507 这张的党案大小4M左右 这一张的话 更小一点 因为他把背景颜色全部都拿掉了 变成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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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你这样也可以很轻松的创造出一张海报 然后把它 例如说放到POPERITION里面 然后去把它列印出来 可以吗 是不是很简短很快速 可以完成一张海报的制作 所以 请你们现在动手就去玩一下 我刚刚玩了几个 第一个就是 剪贴布 第二个背景 来去换一下好不好 这里面都有一些蛮不错的一些形状 还有就是背景 最后请做保存 还没讲完 因为这边还有一点点东西 好 请你们至少先把这个影像先存当起来 那我觉得 这是我个人的感想 就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做完一个海报 他这边是不是提供了一个社群的分享方式 我觉得这一块各位必须要了解 因为未来我们基本上 比较少真的把那个海报印出来 当然当然现在在制式化的一个过程中 还是以张贴海报为主 但是还有更多种的方式 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脸书来分享 Twitter甚至LINE来去做行销 就是把海报印给别人 因为这个档很大 所以他在那个上传到脸书的时候 上传到脸书的时候 可能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可能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这个档真的很大 那4MB 宽度啊 高度啊 可是这样好像有点久 重新点一下脸书 你看这样是不是也是变相的 变相的就是去做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PhotoJet它就会收集到我的脸书的帐号跟密码了 那为了商科方便继续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点这个分享 这等于说 我的朋友也会看到我这张海报是由谁谁谁来去做的 你的设计已经成功分享 查看Facebook 好我就直接点它 你看是不是 我就新增了一张这样子的海报 在我的脸书上面 那这样我的朋友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件事哦 好了 那当然 当然我可以到时候再去编辑我这个脸书的内容 或者是再增加这些相片的一个说明 我觉得会比较比较好一点 不要只放了一张图片在这边 会让您的朋友觉得怪怪的 我是不喜欢这样子啊 例如说那个 例如这边 昨天 昨天在 石牌 捷运站 在 看到 免费 流感 疫苗 注射 活动 好 然后直接完成编辑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 真的等一下 我的手机就会收到就是别人给我的那个讯息 别人就会点赞 我看一下这边 应该要再等一下 应该要再等一下了 就会看到别人去点这篇文字 这个新分享的一个站 OK OK 这就是我最后要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回归回来 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刚刚刚 刚刚介绍的重点 好 网路上的照片比较漂亮 当时我就只有教这一个 好 再来就是文字 剪贴布 背景 设计 设计完毕之后 你可以存档起来 你甚至可以发表到社群 OK 我想十分钟完成简报设计 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各位下午好 要进行到我们等于说是最后一个主题 我希望说这一节课呢 我们是先用PowerPoint来做简报 为什么拿PowerPoint来做简报呢 因为当我们今天要去做海报 对不起 是拿PowerPoint来做海报 那为什么要进展到这个主题呢 一者是因为事实上 我在制作海报的时候 我几乎都是用PowerPoint 所以原来PowerPoint也可以做海报 这是我必须要跟你们分享的 那它有一些制作海报时需要注意的 还有输出时需要注意的 然后请切记 尤其输出的时候 我们一般给输出中心是PDF的档案形式 这样的话字型不会跑掉 因为它是纯层图片的形式 那在PowerPoint的里面呢 大家因为也是蛮熟悉的软体 所以我们经由电脑已经有的软体 再来就是大家比较习惯使用的软体 我想这应该对于我们学海报 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了那我接下来我就开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用PowerPoint做海报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当时要打开PowerPoint 打开PowerPoint的所有程式 然后接下来PowerPoint 2016 我现在所使用的是PowerPoint 2016 这样我就开了一个新的PowerPoint的档案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各位 当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海报 所以您当然可能会预期希望 先把那个海报的大小先设定好 海报我们一般都是做直式的 例如说90公分乘域110公分 115公分 这样子一个尺寸 我们是在常用底下 对不起应该到什么 设计这里 设计 这边有一个投影片大小 然后 制定我们的投影片大小 这个投影片大小 我们可以去自行设定 所以点选制定 宽度请设为例如说90 然后高度请设为例如说115公分 然后接下来这个投影片是直式还是横式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应该设为直向 然后点选确定 那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化跟确保最式大小 这边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当我们今天最大化 他这边说正在调整成新的投影片大小 因为本来本来我们的大小是设定如荧幕 可是现在是我自己去设定 所以他会调整里面的内容 他所讲的是里面的内容 现在我们里面内容就只有这两个 而且还是空白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通常会选的是确保最式大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现在变成直式之后 他会把刚刚那两个物件的大小重新排列 这绝对比刚刚大很多 除了这个改变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字形大小也放大缩小了 字形大小看到变成212 你以前绝对不会用到这么大的字形大小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宽度已经变宽了 变成90公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最式大小是指里面的内容去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例如说我现在开一个新的 新的 空白的简报 然后接下来我这里面 我先随便画一个圆圈圈 随便画一个圆圈圈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圆圈圈 现在我是6.1公分宽 6.1公分高 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我今天我在设计里面 设定我的投影片大小 如刚刚的设定就是 90公分 115公分 然后这时候直视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点 确保最式大小 你看一下刚刚那个大小是不是 就是那个大小本来是很大 可是现在还是6.1 对不起还是6.1公分 它就变这么小了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什么叫最式内容大小 好 这个档案我就先关掉了 一般我都是选择最式内容大小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 这是不是可以放标题 那我们就想 我觉得有一个范例还不错 就是说制作所谓的菜单 各位大概知道那个菜单 假设我们今天去一家餐厅吃饭 然后是不是会先拿一个菜单 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 那假设我现在我就做这样子一个菜单 做这样一个菜单 好那怎么样去做 这边我们是不是就打一个简单的打一个标题 例如说台北市政府餐厅 例如说我们工训处好了 工训处的一个菜单 那接下来呢 你应该会发现我们菜单根本就不用这么大 重点应该是这个里面的内容 这个里面内容 应该去做一个调整 好 所以我大概简单的会先这样子去制作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开一个新的档案 设定宽90公分高115公分 再接下来我设定好设定好我的标题 设定我的标题 因为不管是海报什么 它一定会有一个标题 所以请稍微先做到标题这个地方 接下来先来看 你看哦 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我们因为做海报 我们当然希望它做的漂亮一点 好看一点 所以怎么样可以做到漂亮一点好看一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设计 设计里面就有很漂亮的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 那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些布景主题其实都还蛮漂亮的 都还蛮漂亮的 你随便搭配一个 你有感觉吗 背景是不是就已经设进去了 可以哦 而且这布景主题它的好处是 假设我今天我有分西餐中餐 哦对像我们工俊处是不是有分 饭或者是面 对不对 我们选好这个布景主题之后 我还可以直接去调摄 调摄 用不一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是相同的一个主题 例如说好了 我现在用这里面 我假设我通通不喜欢 等一下我至少要选一种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在这边花太多时间 例如说假设等一下我选这一种 然后你可能选别种随便你 随便你 但是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些不要花太多时间 选择太多反而不好 那这里面哦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直接 就是从网路上来去找 网路上来去找 或者是你把它储存成布景主题 到时候浏览叫出来 那我们现在哦 来去观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 我选 这个好了 选这一个 选好这一个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我觉得这个字应该放来这边 还有把它 把它字稍微变得明显一点 清楚一点 那字的颜色 我因为背景是黄色 所以我就希望把字的颜色 改成蓝色 改成蓝色 会比较清楚一点 会比较清楚 因为黄色跟蓝色 它也是一个对比的颜色使用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那这字的大小可以自己再去稍微调整 稍微调整一下 好 可能刚刚那种会比较适合一点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 这个物件稍微 反正这等一下我就要在这里面 放我的菜单 菜单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做到这个地方 把背景设定好 就是用什么 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 设计底下有一个布景主题 所以请你们设定 我们的一个布景主题 那接下来呢 这里面我就想要放我的菜色 所以原本可能没有调整到这么刚刚好 等一下你要学会调整它 调整它的大小 好 首先 这里面我假设我要放六样 我主打的菜 六样 当然也可以八样 随便你 首先第一件事情 选到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 然后接下来呢 请做常用 常用 底下转换成smart 转换成smart 请选择其他smart的图形 请选图片 因为菜单主要就是会希望它有什么 一张菜的图片跟这个菜的名称 那如果六道菜是不是要找六张图片 然后名称 所以选择图片 图片 我相信你们以前一定会做转成smart 但是这种图片的选取你们可能比较少见 好然后接下来选择这一种好了 这种是什么意思呢 折弯曲图片 半透明文字 意思就是说这边是一张图片 然后这上面可以放菜色名 好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随便我们先打六道菜 那可不可以再Enter 这样是不是试到了 Enter Enter 可以吗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六道菜 然后分别再点它去找 或者是不管是 档案本极端你已经有的图片 好或者是我们直接从bing这边来去搜寻 我们就先搜寻那个中餐 中餐里面 那个 一盘一盘那个菜色 好例如说假设我先放第一张 第一张 第一张 这张是什么图片呢 好我先插入 好吧 它不让我显示 换一个 我应该打什么会很多菜 例如说这个 插入 然后点它 例如说 例如说 初选到第二张 例如说 这一个插入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那例如说这个可能我就要换字咯 这个应该要换成 我也不知道 假设是 鵝肝 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菜 你要知道如果说你要做得好 你最好是把它换一个名称 换一个名称 好 例如说至少什么菜 好 那例如说 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找第三张图片 可以吗 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我是不是在做里面那个菜单 第一样第二样 然后最后做完 最后做完 你可能就要调整 就是我只能放在这个里面 放在这个里面 就请你们发挥你们的巧思 然后去网路上去找适当的图片 就是那个菜 然后把它放进来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我用的是什么 直接点那中间那一个很大那一块 然后去做 去做 转换成smart 常用底下就有转换成smart 因为我也必须要赶快做这件事 好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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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觉得说这样子已经有菜单的那种样式了 如果您觉得还不够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 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说假设当我今天我使用别人的图片 我们会希望我们会希望当然是合法的去使用别人的图片 什么叫合法的使用别人的图片 例如说假如说我今天我举办一个活动 我请新闻记者来帮我去拍 然后他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呢 然后假设我隔了一段时间 我又需要去使用这些图片 我是不是要再去拜托那个新闻记者授权 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照片是他拍的 甚至影片是他拍的 可是授权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基本知识 那通常我们的授权 现在有一种叫做Creative Commons 这个一定要请各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创用Creative Commons 台湾创用Creative Commons计划 所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一下 什么叫做CC 这个CC所指的是Creative 这是创造 Common就是一般一般的一个方式 我们来看这个创用懒人包 在创用懒人包里面呢 大概我们把所有的一个授权方式分四种 一种是姓名标示 姓名标示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使用这个创作人的图片 作品 你只要标示这个人是谁 这就叫做姓名标示 另外这个是非商业性 非商业性的一个表示的意思 就是你不可以从中去获利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 我是拿过来去做一些公物上面的使用 他没有牵涉到一个 你没有赚到钱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是可以拿去使用的 因为它是非商业性 这个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作者 他标示 他除了有这一个标示 他意思就是说你使用我这个作品可以 你要标示我 而且你还要静止改作 静止改作就是说 我假设今天给你是什么 你就必须要不可以改变大小 不可以改变颜色 不可以改变亮度 什么都不可以改就对了 好我给你多大的尺寸你就做多大 那还有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就是相同方式 这个方式是指说 假设我今天给你 我是放在网路上给你 那你也只能用网路的方式给别人 也就是只能放在网路上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要的 几乎大家都是设定为这一种 好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要使用我拍的作品 你只要标示这个作品 是来自于我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像有时候我们在引用别人的论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标注原作者是谁 然后再把他的一个文章 放在reference 里面 放在参考里 意思是这样子 意思是类似的 所以这边有四种授权 是各位可能要稍微注意 尤其是这个姓名标示 OK 那就算你拿到非常业性 你照样可以使用 因为你又不是要拿这个海报来去赚钱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请问就好像说 我今天我拿了一个流感 我制作一个海报里面放了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我要去告诉他 告诉别人说 那个什么时候在石牌捷运站 他有提供免费施打流感疫苗的活动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海报 那请问这有没有牵涉到商业性 没有吗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好所以是可以使用的 好了那所以请各位 请各位通常 通常我们这时候就会去做什么事呢 大概了解了像例如说 他如果图片看到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标这个作者是谁 还有禁止改作 你不可以把它左右对测 左右对就是调整 或是上下翻转旋转通通不行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有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或者是例如说我现在 我去Google好了 我想要去下载一个我们的市长 那例如说当我今天我选不限使用权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很多很多图片 但当我间工具使用权限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这个修改 这边的图片就变少很多了 那我们来去看点这张图片 查看他的CC 所以前往网站 而且这张图片是放在freaker 这个概念我希望你们要听懂 就是别人的图片 我们可不可以拿过来去使用 这是一个freaker freaker它上面都会记录 说这张图片的授权方式 我刚刚是不是点这个前往 就是前往这张图片所在的网站 所以就跳到这个freaker 算了我再新开一个去找 奇怪怎么会这么慢呢 好例如说到freaker 今天星期四嘛 星期四理论上应该 我先把我其他用不到的网站 我先关掉 好您看一下 刚刚这一张 我在这边是不是点这张图片 前往图片所在的网址 然后他就打开这个网页 那打开这个网页有看到吗 这个人他拍的 这个人拍的 好然后你必须要标注 必须要标注 那他的授权在这里 他的授权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标注作者是谁 这个人拍柯市长 然后我们要使用这张图片 你不是要去标柯文哲市长 你是要去标这一个人 就是CC BY CC控一格 BY 然后这一个 这样才是正确的一个标注的方式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他这个人同时还有上传这一张图片 还有上传 比如说这张图片 那假设当我今天我要去下载这一张图片 当我们今天放在网路上 而且有授权的图片 在下载的时候他会请你稍微注意 你是要下载给手机使用的小 还是给一般网路使用 一般网页内容使用的图片 还是否印刷可能会使用到的大的尺寸的图片 还是这个原本大小 就是他拿他的一个专业摄影机 然后拍出来的作品的大小 它是设定成1205x803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大致上知道说 有这几种不同的格式可以进行下载 而且这样子下载是不用钱的 是免费的 只要你标注 只要你标注 作者是他 CC by这个人无方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我回到我们的简报这里 因为这样子做出来的一个菜单 可能会觉得好像感觉有点单调 所以我们可能会加一点点别的东西进去 例如说加点卡通人物啊 让他造型变更活泼一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在网路上有准备了几张图片 你们可以去下载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啦 直接直接在刚刚这里面 例如说你可以在这里面使用 在这里面去找卡通图 可是我感觉好像这边今天有点慢 好 这边是不是可以找到很多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边找的时候 尽可能找什么所有创用或者允许商业用途 这样子的图片虽然比较少 刚刚那样子的找把卡通找到17万多张图片 可是允许商业用途等一下等它跑完 这边会变比较少没错 可是这边比较不会有争议 因为它已经允许给你是可以用在商业用途上面 就随便你去使用了 所以我在这边我是要告诉你说 我放在网路上有几张图片 你可以等一下去下载下来 在这里 海报电子报文宣创意设计 范例下载 我这边已经放了几张卡通图 例如说卡通2卡通3卡通4卡通5 请把四张图片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呢 是不是就我就放在下载这里面 然后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然后我放在下载 1234一口气选到四张图片 插入 插入完毕之后呢 插入完毕之后 这边的插入是不是跟publisher不太一样 好 然后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 放在适当位置 那这张图片是不是白色要拿掉 所以呢 格式里面 这边有一个 色彩 设定透明色彩 点一下它 然后接下来这张图片 可以吗 增加那个就是海报的一个可看性 好 这张图片一样 色彩 这边设定透明颜色 点它 好 我们的第一 第一个 第一张的海报 假设这是菜单 这是星期一的菜单 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做好了 就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插入几张图片 然后排起来更丰富 还没结束 因为菜单不可能只有一页 我们会有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是第一张 第一张完毕 之后是不是第二张 所以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复制 然后贴上 直接贴上 这样是不是就有两张一模一样 可是你要 就是有些东西可以一样 有些东西可以不一样 例如说 我们这个版 这个版的颜色色系 我就想要换一下 然后这一张的一个 设计 设计 如果你点其中任何一个 布景主题 他把第一张也跟着换 可是我要两套 可是是类似的 类似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会怎么做 我会把这个背景换掉 这个背景 例如说 这一张是一个木质材文 那这一张 我假设我换 换另外一种的材质 另外一种材质 刚刚选择的 选择的 假设我今天 我换成 这一种的一个胡桃木 是不是 这边有一个叫全部套用 不要点这个全部套用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去做 两种不同的版 两种不同的那种感觉 那也许这个颜色太深了 我选这一种好了 这样是不是就两种不一样感觉 当这里面菜要换掉 菜怎么换 就是把它先全部删掉 是不是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做转换成smart 可是你可以去插入smart 选图片里面的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选第一张图片 好 例如说 假设这是西餐 然后插入 找西餐 因为中餐跟西餐里面的菜色 反而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例如说 这边只有仅限在 creative commons里面去找 第二张图片 再去找 就有说 好 例如说第三个 插入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么小图案也不行 我其实在看这个解析度 就是找那个比较小一点的图片 因为我只要带到那样子的意识 让你们懂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个应该是甜点 所以 如果你们来上课 如果要吃这么好 至少要交个三四百块吧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 到时候你可以再继续增加 例如说按一下Enter 是不是又可以再增加 例如说假设我先打 AAPPBBCCC 然后记得 记得就是把这个 物件稍微放大 那这边在做第四个 第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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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 然后记得要把这个物件放到下一层 放到最就是放到下一层去 这些图片是不是就都会跑上来了 好 那就请你们来去做第二个第二张第二张 就是版型 只有换背景的颜色而已 好 这样我们是不是做了第二张 当然你就会做第三张 第四张 好 这是菜单 这是菜单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我们来观看一下菜单 介绍完我们来做一个正式的一个海报 但是我们会用别人 别人的海报 然后来去 而且是中文的海报 别人做的一个中文的投稿 好 那我们针对刚刚这一篇论文 快速点两下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大概去看它的一个结构 它的结构 我看它有没有标 它没有标 它的结构 意思就是说 论文有它基本的结构 例如说一定会有标题 然后接下来它是什么 它是哪一所 长庚科技大学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上网找长庚科技大学 通常我们左上角都会放那所大学的logo 好 首先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在刚刚这个地方 我已经开好了一个档案的大小 例如说我现在新增一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的大小设计里面 投影片大小 自定投影片大小 这边应该可以记得住 我们就是90乘115公分 所以这边大小我们不用设了 再来其实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通常我们会 开了一个新的投影片之后 我们会把 例如说标题定义好 例如说 我们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放标题的区域 标题的区域 然后这边放什么 放学校的那个logo 那你们可能就要放台北市政府那个logo 这是一定要放 如果你们单位 单位别 例如说我们大家都台北市政府 如果单位别有一个单位的logo 也可以放 例如说卫生局有卫生局的logo 社会局有社会局的logo 你要放的是社会局那个logo 而不是台北市政府 当然可不可以放两个 可以我都看过 反正就是他去标注说 他是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所以他就放两个logo在这边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要放logo在这里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我应该是要把它 变成 Smart Art的形式 我要变成什么 也有人做到这个地方 这下面放结论 然后这中间分成两栏 我比较喜欢是这样排 就是从这边开始 例如说 一刚开始在这个下面 一刚开始是Apps Trade 然后接下来就是放什么 Introduction 先放什么摘要 然后接下来就是放介绍 然后方法 再来介绍 材质资料 然后放结论或者是讨论 然后最后 最后这边 他可能会放一两个reference 大概就结束了 那问题是 这边的形式是什么 首先这个 这个我们先把长庚科技大学 logo叫进来 所以等一下自己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长庚科技大学的图片 好 所以要放这个logo 不用放这几个字 因为这几个字是中文 点它去下载下来 例如说另存图片 然后把它存成PNG 例如说我就放在 低词叠基这里 好 存档 然后接下来回到我的 PowerPoint的这边 然后去插入图片 我刚放在我的低词叠基底下 PowerPoint的这个图片 插入进来 然后接下来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 当然就要缩小了 缩小 好 这边是一个 什么叫大小 就是 现在这个图案这样 其实已经算非常非常大了 好 接下来这中间要放什么呢 这中间我们要放什么 就是那一篇论文的题目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贴上 贴上的方式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只保留文字 我们暂时可以用 先用只保留文字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们可能 可能有必要去把这个文字 缩小 例如说从这边开始 好 都有可能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可能多了一个 段落标记 记得把这段落标记把它删掉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整体的字 通常标题做到两列就已经很多了 所以建议把这个字 缩小一点 缩小 那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今天这样子放我们的标题 这样子放我们的标题 其实应该还蛮OK的 好 看一下整体性 就是标题要集中在上面 那标题在这个地方 请注意一下 以我的习惯我不会设为 我不会设置中对齐 我会设为是靠左对齐 然后接下来下面要放什么 下面就要放坐着 这边就可以拉高一点了 坐着 一样回到这边 坐着 然后要包含这一个部分 贴上 那通常坐着跟 通常坐着 坐着这边 我们是放那个小一点的字 不是放这么大的字 标题很大 可是坐着不会那么大 所以假设这边 大小是96 那坐着跟学校就会缩小 一样是靠左对齐 靠左对齐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请你们先把 这一个部分先完成 这是上面标题的部分 那是上面标题的部分 有感觉吗 真的 我们现在是在实作一个论文 学术论文 然后把它做成海报 那接下来哦 这一个这条线 这一条线 我个人会 如果说还是要 可以 所以怎么做呢 检视底下 投影片母片 我就会去这个地方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条线 还有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条线 刚刚我用的版型就是它 所以我会把这条线 还不太好选 选举起来 然后把它剪下 这边剪下 是不是就没有了 然后关闭 然后直接在这一页里面 贴上 因为只有它用得到这条线 就是通常我们一个简报答案 是不是就只有 因为做海报 海报就只有一页 这点可能要请各位知道的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拉长一点 Shift键按住哦 如果你按那个Ctrl Shift 如果是按 那个 反正就是可以固定说 它的一个水平 水平 就是往左右的延伸 OK 接下来呢 我这个地方我要先插入一个SmartArt 所以插入 插入 对不起 这边插入的Smart 然后选清单 请注意选清单 清单里面的这一个垂直清单 然后确定 这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我可以去放这里面我可以去放那个标题 例如说摘要 然后这里面我就去放摘要里面的 例如说我国老人什么 OK 好先把它全部都放进来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贴上 这个地方直接贴上 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这个文字 第一个做完了 摘要 摘要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第二个应该是简介 好介绍 Introduction 简介吧 那简介你不可能从头到尾全部都贴啊 你不可能从头到尾都贴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去看这里面 Abstray 完毕之后 这边它有什么 这边开始就全部都是简介了 例如说 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放的是图片 图片 例如说 或者是说 它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 它为什么要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 像例如说这个 关于独居老人的立免统计资料 因为当我们今天做海报给别人看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篇幅有限 你不可能放一大堆的字 我有看过很多人会放字 他就把那个字全部都塞进去 所以字都变很小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还不如放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好 所以print screen 抓这个部分 抓这个部分 要到这个地方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至内政部 2005年到2006 20102014这四年 这四年的资料 好 所以把它贴到这里 贴上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是不是应该是从这边来去编排 这个地方 然后我希望它只有排一半 就是整个版的一半 整个这个地方的一半 因为到时候 到时候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按Ctrl 我是不会希望说 这边也有一个 对不起 这边 整个我先复制 贴上 就是我希望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给各位观看一下 这张图我要裁切 我只要留下这个部分 为什么当我们今天做 海报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不要放文字 那是因为说 如果我们今天像这种表格类 它是整理过的资料 绝对会比 绝对会比这种文字来得更好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接下来的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了摘要 好 这文字可以是 空白 好 接下来Enter 我应该要多打很多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需要放的是 这边我先伸接 伸接 接下来它放的 简介介绍完毕之后 可能应该就是 例如说材料跟方法 所以我就在这边写 材料与方法 然后Enter 这要降节 这边这边最好是打几个空白了 好您看一下哦 这样子一个编排 简介还要再下来一点 加一下Enter 简介 简介 不对 简介要删掉 删掉 或者是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这边有一个加文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加文字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排到这个地方 我就先暂时把这个部分 先全部都先删掉 简下 贴上 就是我这边 我是不是可以 又再插入 SmartArt 然后选这一个 清单里面这一种 确定 然后这边要显示的是 比如说材料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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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方法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这一项目我们先删掉好了 然后把它缩小 然后下面这边是不是就要去放 这里面的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方法 可能在满下面的 可以吗 就麻烦请你们现在 这边研究方法与架构 我看它那 就要放这张图了 它的研究方法 所以Print Screen 然后 直接在这边贴上 稍微放大一点 我只要留这个部分 所以裁切 好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放到这个地方 研究方法 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因为我不希望说 只是很单纯告诉你 这边一大堆的A 一大堆的B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 来去做我们的一个海报 所以麻烦就请你们先动手 做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做出两栏 在Print Screen 我想把它快速做完 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在 就是制作这样子一个海报 制作这样海报 一刚开始是不是这边有摘要 摘要完毕之后 摘要里面都是字 我会把那个段落调整好 或者是我可能会筛减 删除或者是调整一些文字的内容 举例来说 你看我国老年人口 比于民国 82年达到7.1% 正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 对我可能啦 我实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是属于比较论文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可能就会用比较精简的方式 精简的方式 例如我可能就会讲说 我不跟民国82年来比 目前我国的老年人口 以达例如说7.1% 然后正式迈入高龄化社会 这样也是可以的 再来 再来 因为我都已经写中文了 我未必可以 我未必需要放这么多的 Agent Agent Society Agent Society 这两个算是不一样的词哦 一个是什么 VNG 一个是ED 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做这样子一个内容 我会在精简 因为我今天我是要去贴海报 我会原则上把这么多的字 精简到 例如说只剩100个字左右 200个字删掉一半 这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毕竟假设学位论文 我们写50页 100页 200页都可以啊 可是我们海报就只有一张 海报就只有一大张 所以怎么样去把 例如说一页可能有四五百个字 怎么样把它浓缩缩减变成100个字 这是需要去思考的 然后接下来简介这边 因为Apstreet没有表格 没有图片 所以呢 只能放字 这没得选 可是字你要会去缩减 好 例如说 例如说像缩减什么 知参考 那你就方案参考 这也是一种缩减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简介 简介下面是不是有 这样子一个表格 然后材料与方法 好 这边我就 介绍一下自己的方法是什么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再去看我的一个内容 方法 方法完毕之后 方法完毕 应该是结论或者是结果 Result or Conclusion 没有结论应该也会有结果啦 直接到参考数目 中间一定有啦 中间一定有那个结论 只是我现在不是看到 整个一整张纸 这个带结论 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 呃 我们讲说可能研究是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至少也可以提出一些 discussion 就是 呃 一些 让各位 启发一些思考 然后再来去想说 我们该怎么样去做 也许可以做 因为 硕士是有实现的 也许说 假设两年三年他做不完 教育部规定的实现就是 而且说不定这个题目是很大的题目 他做不完 做不完真的有可能就是说 他会产生一个就是说只有 初步的结果 这都可以哦 好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有一个结论 结论 结论完毕之后 参考数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呃 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因为 只剩下两个了 好 所以我就插入 smartart 然后选这一个 然后这边我们放的是结论 他算叫带结论 好 我就用他的名称好了 带结论 然后 接下来呢 把这个内容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把它搬到适当的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他带结论是什么呢 去看一下 好 这一段字 因为通常写那个结论 第一段绝对是最重要的 把它直接贴上 贴上 那这两个就先删掉好了 好 所以这边有一个带结论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这稍微是下面一点 因为我要这条线 我要这条线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以我的做法 因为带结论下面就是reference 所以我可能会把简介 简介啊 下面再放一个 因为简介里面如果没有的话 材料方法多放两三张图 好 也就是说 这 把它搬下来 比如说搬到这边 结论完毕之后是什么 结论完毕之后 我会尽可能的 让这两边是切齐的 所以 所以这要讲到说 那这里面 它其实会有那个水平控制的一个 辅助线 可是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齿规打开来 先把齿规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齿规 然后 我了不起我就是用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 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放在这个地方 我把简介呢 是不是其实可以拖过去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可以对齐到这个 这一条虚线 所以再往上一点点 是不是就对齐到虚线了 我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左右两边都有 然后最后面这边 相关的 我们相关的 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放 所以我们就只放两个 放哪两个呢 例如说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跟这个 我们英文叫做reference 中文叫参考书目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要做 插入smartart 然后选它确定 参考书目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下降一阶 然后把这个删掉 删掉 这个下降一阶 删掉 然后这边下面全部都删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 把它缩小 把它缩小 把这个物件呢 放在适当的位置 适当位置 不够宽 拉宽一点 你看像这条参考线 是不是要拉过来 让我们知道说 大概要对齐到多少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这个大小呢 要设成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字的大小是65 所以这个参考书目 也要把它设为是65 那甚至有些人 他会在最下面最下面 放一个什么 QRcode 就方便别人去扫描 或者是 那个QRcode是要连接到 论文所在的 例如说学校 传放论文的图书馆 那个网址 这都是有的 OK 所以这边就提供给我们参考 这边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稍微往下拉到这个地方 让下面切齐 所以把它 往下移动一点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 假设我现在缩小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会比较好看 这提供给我们参考 这边我还要再去补两张图 或者是表 这边绝对有这样子一个空间 补进去之后一个 整个poster大概就算完成 所以秦门现在继续动手来去做好不好 辛苦是有代价的 怎么样 车 惯ixe 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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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摘要 然后到简介材料方法 然后研究方法 然后接下来它这边会有一个结论 然后 让大家 就是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 然后对方可能就会提问 提问一些问题 就是说 例如说随便举例 为什么比台湾跟日本 因为日本比我们早 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 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借鉴 可以拿过来使用 其实台湾现在高龄化 然后又独居的情形 可能会越来越多 当然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一个议题 那我想简单的就是 告诉大家一个简报 一个用PowerPoint 来制作海报的方法 记得善用我们的SmartArt 然后绝对可以排出来 你所想要的内容 那你这时候不禁想要问 请问一下 PowerPoint有没有 类似SmartArt的功能 你看我介绍菜单 我用SmartArt 我介绍海报 海报制作 在简报里面 我也是用SmartArt 那你应该会想说 那PowerPoint里面有没有类似海报 制作海报时 有没有类似使用SmartArt的功能呢 答案是有的 好 当然这个范例 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所以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 我们的PowerPoint 它除了可以做简报 也可以做海报 那最后我要特别强调 输出 你做完海报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定要记得输出 输出之后 选什么 档案底下的 令存新档 或者是汇出 请选择建立PDF 这种形式的档案 例如说 这边我就直接点 台北市政府工训处菜单 然后我还有做海报 与海报 然后点选发布 好 那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 特别特别强调讲 就是刚刚在 PowerPoint里面 你看到那种长什么样子 在什么位置 在这边就会看到一模一样 不会变了 不会变 因为它根本就是把它输出成 图片的方式 图片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你是很难去做一些 内容的修改 好 那这里面 这里面 一样放大一点来去观看 刚刚所选择的字型 现在这边全部都会 完整的套用 好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们今天给别人 给别人的一个内容 尽可能的是以PDF 而不是例如说PPTX 这种格式 好 这就是我最后要特别提醒你们的一件事 我们PowerPoint的做海报就结束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存档 而且是把它存在 PPT也存 PDF也存 首先我们现在要打开我们的 Publish 因为我也是要用 Publish 做海报 所以点选这个 Publish 2016 然后 接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选择 其他空白的页面大小 当然 之后再选 也可以 好 我们就选它 然后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可以去制定 建立新的页面大小 例如说 宽度我要90公分 高度我要 115公分 然后点选确定 那这边 这边有看到 就是版面配置是 每张一页 每张一页 一张 现在所设的 现在所设的 因为我一张一页 所以我现在设一页就等于设章 那如果名片的话 名片我们设一张有十页 所以它到时候只给你开那个一页的 一页的大小 好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上下左右 我各控两公分好了 其实这不多啦 上下左右 我都给它两公分的一个空间 空间 然后确定 建立 这样我是不是有一个空白的 空白那个海报的内容大小 好 现在请你们先开一个 Pubble Reset 2016 然后请设定我们的宽是90公分 高是115 那第一件事情 它这边没有漂亮的背景 但是页面设计里面也有背景 所以我们就用背景 我有看过背景是不设的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设 但是好像因为是海报嘛 所以我们都会设 例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关心 老人诗字的这样子议题 背景 看看我们想要用什么背景 我就用一张图片好了 用一张图片 然后把它变成那个黑白 变成黑白图 黑白图 而当作是背景 加个透明色 好 画面就用一下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背景 好 所以页面设计这边 背景 其他背景 如果我们今天填满 这边不是有一个实心填满 就是单一个颜色 建成填满 图片 图片 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要找一张图片 好 那当我选从线上 这边是不是又可以开始去找 例如说老人 因为它是微软公司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一定是开定来去找 来去做图片搜寻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请仅限 created commands 这一张 这一张好了 然后点选 插入 可是这是一个背景 这是一个背景 而且插入进去之后 你可能就不能做一些修改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可以先插入线上的一张图片 我们先把那个图片先抓进来 抓进来 然后修改好再填进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选择 例如说老人 然后选刚刚那一张图片 那张图片好像不太能够放进来 好吧 再试一次 那接下来这张图片 假设是把它变成黑白图 怎么把它变黑白图 重新着色这边 黑白 变黑白图 黑白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为背景 套用至背景 填满 可以吗 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制作我的背景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呢 第一件事 麻烦请你们 就是 按照我现在所教的方式来去做这张背景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背景 海报的背景图示 接下来呢 我想要在这个地方是我的标题 然后这边变成两栏 所以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辅助线 辅助线 辅助线在页面设计里面 辅助线 就选这一个 那当然你可以去稍微上下调整 举例来说 我觉得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稍微我想要大一点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我就把这条线扳下来 这条线扳下来 那接下来我希望这左右两边的间距稍微大一点 也可以调整 哦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哦 忘记刚才门说了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刚刚在格式这边 重新着色设定透明色彩 其实 对不起 讲错了 就是 图片校正选项 图片校正选项 我可以 我其实可以把颜色 透明度啊 稍微色浅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 确定 然后 在滑鼠右键 把它设成 套用至背景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颜色会变更浅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那个意思哦 就是 刚刚长这个样子 现在长这个样子 就是透明度的一个设定 也可以这样应用 因为背景不是我们的重点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把它变成像浮水印 浮水印就是要透过我刚刚教的这种方式 不过现在重点应该是 我们要去设定这个 就是上面标题的大小 标题的大小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两 假设你今天你要的 不只是 就是两栏 是三栏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页面设计辅助线 点它 是不是就直接把它变成三栏 好 我还是变了两栏 我喜欢两栏的设计 我喜欢两栏的设计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第二件事绝对是插入辅助线 接下来我就把东西一个一个丢进去 把它搬进去 搬进去 那我是不是接下来要把刚刚的 例如说长庚科技大学那个logo放进来 插入图片 我是放在下载里面 我放在低齿叠基 这一个长庚科技大学的logo 然后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适当位置 这绝对是放在左上角 就上面要碰到 左边要碰到 那个位置 然后再接下来呢 如果你暂时先把它搬过来 可以的 暂时 然后到时候再搬回去 但是看你要不要这么功夫 当然你也可以 在页面设计辅助线 插入新增一个垂直的 这边是不是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例如说搬到这边 好 那怎么把它删掉 这也是各位比较关心的 快速点亮一下 这边删除辅助线 好 我先把刚刚论文最上面这个 全部复制 然后贴到我的publisher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所以呢直接贴进来 贴进来之后把它的宽度调整 然后接下来大小 大小 我是不是要把字稍微变大一点 这个E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差不多是长这个样子 好 甚至我们可以稍微放大一点去看 你就会觉得不会很奇怪了 好 这样子来去看 你看是不是姓名这些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好 好 这提供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那就 其实我们先抓到这边 有logo 然后有标题 然后 至于说这里面字 字体稍微换 这边 因为我们 刚刚PowerPoint的里面也可以换字型 因为当我们装好Noto 我们是在Windows系统里面装字型 字型是属于系统的嘛 好 所以每一套软体都有Noto字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把标题设好 即将要公布的是 即将要公布的是 那在我们的Publisher里面 有没有像SmartArt的功能呢 答案是 有的 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去排那些文字 对不对 然后我要介绍不是SmartArt 好 那在这边应该要介绍什么呢 画面就用一下咯 在这个地方有页面组件 页面组件里面 它就有 就是可以放标题 以及内容文字 例如说这一个 标题 标题里面有123456 好 我选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内容 例如说放到这个地方 好 稍微放大一点 好 整个应该是移下来 好 那这边是 这是 呃 要放那个标题字 标题字应该就是要放那个 摘要 摘要 然后请把这个字呢 放大一点 我只要设定这一次 只要设定一次 只要设定一次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内容 我现在已经设定了 例如说80字型大小了 常用底下80字型 然后把它设为 例如说这个好了 noto noto 的一个sensory 这种字型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这里面 我就要放那个内容文字 内容文字 好 那在这里 摘要嘛 摘要 摘要 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 做的那个动作 是直接把它就是贴到 另外一页里面去 好 我先把这个大小 稍微先放大 可是这个不要放大 这个 这不太好调 所以我要先解群组 先把它解散群组 因为就是群组之后 产生的问题 滑鼠右键 取消群组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字要放大 从这个字开始 因为我现在显示比例很小 显示比例太小了 稍微放大一点 来去做好了 这边绝对不是一条线 绝对是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把字 要放大到这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去看 这边 它是不应该有一个段落符号 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后面都补了一个 Enter 因为只要是PDF 它都会产生 是这个情形 好 所以把这些段落符号删掉 删掉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字要稍微大一点 这个字大一点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稍微缩小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的排版应该会比PowerPoint那边会更精细更好一点 我们把这些内容调整到适当的位置 这个就删掉了 这个就删掉了 这边有一个放页码的把它给删掉 重点是我已经做好一个了 已经做好一个了 可以把这些内容 刚刚是不是我们做什么 插入里面的一个页面组件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就是新增 就是把它群组起来 然后新增 新增变成一个页面组件 所以先把它群组 滑鼠右键 然后组成群组 就变成一个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 这边群组 然后页面组件把它新增 新增 例如说我们叫做 论文海报的标题 论文海报标题 然后点选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日后 以后再来选 插入页面组件 我这边是不是就会有一个 这个什么 论文 这个东西 论文海报的主题 然后到时候 我可以去换掉 例如说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应该就不是叫摘要了 应该叫做 这个Enter符号 是可以不呈现的 这个Enter符号 是不会练出来的 例如说这个叫做什么 大纲 摘要 摘要完毕 应该是简介 Introduction 这样大概知道 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假如说当我们今天 已经好不容易设计完 一个标题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再去重复使用 因为这个标题的一个结构性 或者讲的格式样式 绝对 绝对是可以重复来使用的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制作好一个 而且把这个页面组件 我刚选择的页面组件 我是用标题 我是用下面这个标题 来去改的 那就请你们自己来去动手玩一下 而且把标题复制起来 然后准备要给别的来去使用 这个页面组件 其实就很像 PowerPoint里面的SmartArt 没变成其中 还有等会不会的 我把这个页面组件 配起来 就在这里 大家可以够 比如说 都向我 例如说简介 简介里面 简介完毕之后呢 我是不是又可以再去插入 插入一个页面组件 例如说这一个 然后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例如说这边 这边你有没有发现 跟上面那个物件 跟那上面物件黏在一起 它就出现一条红色的线 红色线 那接下来 再要简介 简介完毕之后 应该是研究方法 它是写研究方法 通常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不是放这样子一个内容 好 我先把这个内容删掉 然后我要放的应该是 类似像图啊 表啊 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呢 我就会先去论文里面 来去找 要找研究方法里面 研究方法里面 这样子好像会找得比较慢 好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完毕之 这里面我是不是要把这张图抓下来 所以print screen 然后接下来列印 萤幕画面 然后接下来就到我的publisher这边去做贴上 贴上的时候 贴上的时候 其实刚刚才你有同学问我说 可不可以用抓图法 那这时候就必须要去询问一下 就是说 这套软体能不能让我去截取部分的画面 好 那我印象之中工具里面 工具显示 应该是一个 这是reader reader 我比较喜欢 是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 那个pdf 的工具 它就有实际的去抓图 实际的去抓图 好吧 反正就是print screen 这边也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然后接下来呢 把它裁切一下 裁切成我要的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研究的方法 那你稍微在左边移到右边 你去看一下 就是调整到我们适当的一个大小 调整到适当大小 那当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 就是说 它这边只剩下一点点的空间 我个人会觉得说 那我与其 让它空在这个地方 不如我把整个资料 稍微往下移动 稍微往下移动 然后接下来 让这两者之间 这两者之间 距离调整好 然后把这个字 这个字啊 稍微调大一点 调大一点 所以呢 在这里 选到这些所有的字 放大一点 来去呈现 这是我个人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 好 因为希望就是 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我要表达的文字 因为这边我们就是要放字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可以就是不要说整个把板都全部挤在 全部都挤在上面 那让这样看起来轻轻松松 舒舒服服 或者是整整齐齐 这也是好像给我感觉 给我感觉 就是说我发现了在就是有很多的博士啊 就是他们喜欢做成那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不要说一个排左边一下排右边 反正就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去执行完毕 那我觉得整体性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从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跟各位分享 这里面 常用 常用 可能主要就是我们有文字方块 你一定要会使用 还有图片 当然在插入里面有好多东西哦 我们有专门跟你分享过像页面组件 还有框线 框线辐射 框线应该有印象 然后接下来还有介绍广告 广告里面 其他广告 这里面有好多像我还曾经应该是放这一个吧 然后还有分别介绍过 其中有一个类似这样子 反正就一个图示的应用 像这个图示的应用 也都教过各位 那接下来呢 在这里面还有文字艺术师 商务资讯 商务资讯来了 商务资讯就是 比如说什么公司 地址 电话 这些 就是放这些很单纯的一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还可以放一些 那个插入档案 还记得就是我有跟你们 今天才分享 开一个新的档案 按一个空白键 它就会回到这一页的 第一个位置 可以让你去插入档案 花一点时间介绍合并列印 假设 假设 我这一份文件 对 合并列印 因为它真的就是合并列印 我看一下 我应该是放在 Hopper Issue Hopper Issue里面 我有一个档案应该叫做 不好意思 上网去抓下来 这个 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 里面有一个范例 这个 邮寄合并列印 下载下来 就是假如说我今天我制作好了一份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要同时寄给五个人 这时候我可能不是一张一张重做 而是透过邮件底下的一个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选取收件者 选取收件者 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去找到 我刚刚下载这一个档案 然后我是放在第一张工作表 确定 那这里面我可以直接选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针对张游跟李大同 我不寄给他们 然后呢 我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筛选掉 我不要寄的人名 然后确定 接下来呢 接下来假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把相关的人加进去 所以这边有一个插入合并功能变数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好了 插入姓名 假设我写在这个地方好了 字 比如说兔 好 我把这个名字稍微放大一点 好 例如说兔 好 某某某 例如说 先生 所以我把这个字稍微设大一点 这个档案大就有这个缺点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 这个邮件继续放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性别 我可以借由性别来去判断 他是先生或小姐 这都可以做到的 好 例如说 好吧 那我们先不做那件事 我就直接讲 先生 小姐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点这个 完成合并列印 点一下 然后 合并到新的出版物 点一下 他就会有三页 他就直接做出三页 第一页给谁 第一页就给王小明 第二页 第二页给赵小美 第三页他就给填根深 这样大概知道 合并列印 word的合并列印 直接可以在这边应用 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把它拿过来怎么用 你看像我这里面基本的资料 有五笔资料 有五笔 一二三四五 这边 一二三四五 然后刚刚我是不是把李大同跟张游 这两个人先过滤掉 所以我是不是只有三个人 王小明 赵小美 还有填根深 填根深 然后甚至本来想要教你们说 这个照片 看我做完好不好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呈现他的图片 好 这档案我先关掉了 就是怎么样去呈现 这边现在有两份文件 这是合并后的 合并后的 好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 我先把这个档案我就先储存起 这个档案不用存 这是结果的档案 不用存 要存是存 原始的这个档案 好 储存起来 为了我上课方便 所以我开一个新的档案 因为这个档案太大了 我 点档案 新增 假设做这个好了 建立 刚刚那一个档案我就先关掉了 因为 那个档案里面有 很大的文字啊 图片啊 好 那接下来 假如我现在 我想要去 这个地方放一些特殊的 例如说 五个 得奖的名单全部都放进去 而且我还希望说 把他的一个大头照也呈现出来 大头照 因为我的这个图片 这个 已是要档案 是不是有他的照片 所以照片要怎么呈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我是不是用邮件 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 然后 看你是要去做 合并列印精灵 还是合并列印 当然我是用合并列印 所以这个步骤 所以这个步骤根本连做都不用做 好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选择 我的资料来源 我的资料从现有清单来去做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选到 我刚刚下载下来的下载 里面这个依资料档案 第一张工作表 选到sheet1 确定 然后 我一样好了 他真的可以做过滤资料 过滤资料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这一次 我只过滤掉李大同好了 你可以选择不要过滤 那点这上面的话是全部过滤 还有排列的顺序 排列顺序 就是到时候你列印的时候 列印的时候 有些人他会先在这个地方 做一下排序 然后决定说先印谁 OK 那假设我把李大同关掉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照片 照片1 好 确定 那接下来呢 我这边名称 是不是要换成什么 插入功能变数 例如说他的姓名 就是全球最佳 什么什么什么 好 然后颁给谁 然后呢 这个 对不起 这边应该是全球最佳 好 例如说销售王好了 销售王 就是你随便打一个那个名称 那个什么什么王 什么什么 冠军或者是之类 然后接下来在此要颁给受奖人的姓名 所以选到他之后是不是选 插入合并的姓名 然后在此输入已知证明 然后例如说 那个已知证明 或者是不放任何字好了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签名啊 日期啊 那我们都会放适当的一个图片 或者是以日期来说就放今天的日期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假如说还希望放他的照片 这边是不是有图片 所以插入图片的栏位 这边有照片一跟插入图片栏位 你要会选 你要会选 例如说我选到他 这边是不是有照片一 这边有一个照片一 然后我一定要指定资料夹 指定资料夹 例如说我的图片是来自于某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必须要把那几个人的图片 全部都先 全部都先放到一个指定的资料夹 例如说 我现在还少一张嘛 我现在还少一张 所以我赶快先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地方这一张我要下载下来 好卡通页下载下来 然后我把这个下载这个资料夹 就变成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先把它复制到别的地方 复制到我第一次叠击这里面 贴上 只要一个卡通好了 卡通的资料夹贴上 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去做图片 插入一个图片栏位 这个图片呢 这个图片我应该是 这里面是放图片嘛 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照片一 照片里面有什么卡通几 卡通几 就是那些档案名称 所以一定要选到它 指定资料夹 指定资料夹 我们可以去新增 新增 例如说 我的图片是不是全部放在 第一次叠击 Publisher的这个地方卡通开启 就是我这个地方一定要选 然后这边一定要有一个指定的图片资料夹 这样它才会match在一起 否则它找不到什么 卡通1.png在哪里 好 然后点选确定 图片跑到哪里去了 我检查一下 检查图片的位置 这个地方确定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 完成与合并 合并到新的出版物 你看 刚我做了两次 有看到吗 这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我重点就是要 要它的那个 Low 它的那个照片 你必须要按照我刚刚的做法 来去做 否则它没办法帮你做完 好 记住哦 我现在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我先把它关掉 这边我 关掉 这个档案可以不用存 然后我把这一个照片删掉 就是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 例如说这个照片 好 然后接下来我再去直接在邮件这边完成合并 合并至新的出版物 就是这王小明他的大头照 然后接下来照小美 然后接下来张油 接下来最后甜根生 是不是图片都呈现在这个地方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最后这个邮件 邮件 其实它就是跟物货的一模一样 只是我觉得图片这边 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强调 就是当我今天这个先插入一个图片嘛 这边我关掉 这个插入图片 邮件底下图片 然后这个图片 我必须要去设定 设定那个图片的栏位 一定要把 我有一栏是纯粹放图片档案名称 然后有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就是那些图片档案 一定要都选到 如果你选这一个姓名跟这一个 他可能他一定选不到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记住一定要有一栏的名称 就是图片档名 它这样才会连结在一起 我想我们Publisho在这个地方呢 大概把这些功能介绍完毕之后 你们应该从中了解到 原来Publisho可以做 可以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那我想我们可能今天的所有课程呢 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而且Publisho到时候 你们可能可以快速的去完成海报 我教各位三个比较快速制作海报的地方 第一个Publisho 第二个网路上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PowerPoint 好 那期待希望 例如说12月底的时候 或者是明年初 可以收到你们的卡片祝福 OK 那我想我们就暂时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都欢迎你再写信来询问 好 那我们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